大家好,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我是善语 仅仅5天内,中国骑行少年就从被伊拉克警方护送300公里 变成了从叙利亚生不如死的监狱中爬出来 我们5个人在叙利亚的监狱被控制了将近100个小时 5天里每天4个人分食两张饼,喝着发臭的自来水 20平米的牢房里挤着60多个犯人 地板都是湿的,没床,只能睡在臭烘烘的地上 连上厕所都不让上,屎都拉在枯档里了 我们请求打个电话报平安,他们不让还威胁,要打我们 太气人了,我们援助叙利亚,他们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真的把我们中国人当狗看,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气愤 而且还无能为力 这是2024年10月底中国的七星博主小马的忏悔视频 完整的原版在中国社交平台抖音上已经被删除了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入役的前5天 这些年轻人还在社交媒体上洋洋得意的炫耀 现在被伊拉克护送了 距离叙利亚还有300公里 警察说这边太危险了 有很多的恐怖袭击 然后他坚持一路护送我们到安全的城市,持枪护送 我说为什么要帮我们 他说就是因为我是中国护照 就是这样,然后打着双闪一路安全护送 兄弟们,战狼拍的太保守了 咱们中国人在外面就是横着走,老安全了 现在两辆警车保护我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然后我在中间骑警车 你知道多么倍儿有面吗 这段战狼的现实版的视频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获得了15万个赞 两位18岁的中国少年是怎么从伊拉克被警车护送300公里 走向这种叙利亚地狱的故事要从一次的免费住宿说起 小马和他的同伴海鸥在叙利亚的街头发现了一处免费的住处就住了下来 房东问他们有没有外币 天真的少年就打开了背包 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钱 他们对当地人毫无防备 等吃完饭查看背包的时候 发现里面的250美金和50万的叙利亚币总共加起来不到300美元 不一而非 亲戚之下就打电话给在叙利亚的中国抖音博主姚钱多 姚钱多、小江、陈卓和两位少年 总共五个人让小偷还钱 谁知道小偷丝毫不害怕反而要去警察局 还说我亲戚全在那上班 到时候把你们全抓起来 小偷真没说错 到了警察局 他们五个就被说成是私闯民宅 中国的两位少年和热心帮忙的姚钱多等人 就这样陷入了叙利亚的牢狱之中 这地牢一进去就看有人被吊起来打 地狱里的臭味熏天 姚钱多五人就被关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房间内 就在这么小的房间里 关押了60多个人 环境极其恶劣 姚钱多想要打电话跟大使馆联系 但是叙利亚警察没收了他们的电话 可是那个小偷不仅在牢房随意进出 还可以随便使用手机和外界联系 姚钱多他们在10月30日被放出之前 还被叙利亚警方摆了一道 不让他们上厕所 小马憋不住就拉在裤子里了 警方看的是真的憋不住了 让小马脱光衣服去厕所 完全把他们当成了俘虏或者是囚犯来对待 在姚钱多的描述中 叙利亚的监狱简直如同阴曹地府 他们最终获释是因为其他博主发现 姚钱多失联后展开寻找 查到他们被关在警察局 随即联系了中国大使馆介入 这场噩梦才得以结束 最讽刺的是中国的骑行少年 小马的感慨 我们多么喜欢这个国家 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显然这趟穿越多个国境的旅程 无情的戳破了 中共在他的脑中编制的爱国宣传 这两位的骑行少年 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脑子里惯的都是中共战狼的电影内容 一位中国护照再少 就能横行天下 作为中国人世界就能对他们有多欢迎 这次在叙利亚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 巴沙尔政权和中共一样都是独裁 虽然高层关系是铁板一块 但是没有贯彻到下层 基层的执法者根本不认 两国的默契只存在于权贵阶层 底层人民的死活从来都不是他们考虑的范围 只有当舆论发酵到威胁政权形象的时候 独裁者才会出手干预 这时往往是大开杀戒 雷霆手段 根本不管什么法制程序 比如这次事件发酵后 叙利亚的当局立即下令 不许再说Chin Chong China 还把几个略带中国人的预警全部处决 这就是专制政权的运作逻辑 民众遭遇不公时 置之不理等到舆论沸腾了就大动干戈 这种极端的处理方式 恰恰暴露了专制体制的虚伪本质 对老百姓的苦难熟视无睹 对政权的形象却极度的敏感 战狼宣传洗脑的年轻人 或许该清醒认识到 专制政权之间的友谊 从来就是与民众的扶植无关 中国的博主们在监狱的遭遇 这段视频还不是在抖音上被勒令删除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类似中国护照显微风的视频层出不穷 B站上就有人声称 在古巴或拉美街头遇到抢劫 掏出中国的护照后 劫匪就立即退却 这类夸张的叙述 在《战狼2》中更是登峰造极 片中的主角 只需升起一面中国的国旗 交战双方就会立即的停火 让中国人通过 为什么这些明显不合理的内容 却能在国内广受追捧 原因很简单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爱国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流量稳赚不赔 轻松实现走红 在当下的中国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许多头脑清醒的博主 也都纷纷转型成了爱国的大V 仔细观察 这些中国护照 威力视频就会发现其造假的手法 以小马其行的视频为例 首先是快闪式的剪辑的障眼法 几秒钟 一个镜头 甚至一秒钟几个画面 快速切换 军车护送 警察问好 共进午餐 赠送水果 这种剪辑营造出一路高规格接待的假象 但是一位在伊拉克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介绍 中国人见到警察往往是战战兢兢 哪有什么恨着走 当地的警察有权随时检查外国人的护照和签证 一旦发现有问题 往往要求私了 金额从三五百美元到一两千美元不等 换句话说 只要花个一百美元 警车陪你走一公里 就能派出这样的素材 但这些却剪辑成了全程护送的感人故事 甚至网络上说 伊拉克人因为中国护照 优待中国人 也经不起推敲 在伊拉克工作多年的人士介绍 其实当地的民众性格热情 经常会主动的停车 搭载路人请人喝茶 在伊拉克得到这样的民间待遇极其正常 不过如果将视角扩展到更多国家 中国的护照在海外的遭遇 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了 一位环球的旅行者道出了残酷的真相 你不掏出这本护照还好 你掏出这本护照 当地人眼里就有光了 这个是大鱼 是要钱术 出国旅行 去过几十个国家 其实大部分国家还是比较腐败的 看到中国人就想把中国人当软柿子捏 同样 最近中国人频频爆出 在中国的友好国家 被当地人暗算的事件 11月5日 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重枪受伤 巴基斯坦南部的港口城市卡拉奇 两名在服装厂工作的中国人被护卫 枪击 警方和医院表示 两人已经入院治疗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卡拉奇国际机场附近 上月也发生了爆炸袭击 也是两名中国人死亡 巴基斯坦分离组织 毕录之 解放军后来承认对此负责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当地交警会暗中的跟踪中国车辆数十公里 然后突然拦截 并以违规超车为由 吊销驾照六个月 随后就开出了2000美元了断的价码 第一名 骑行的博主在德黑兰国际机场 即便他的护照信息已经陆入了系统 离近时海关人员仍然声称他超期停留了30多天 面对博主出示的护照上的中国出镜的记录 对方直接说看不懂中文 要么博主会去找移民局自己协商 要么怪怪的交罚款 每超期一天罚款4美元 最后博主不得不支付100美元外加 1200万的伊朗币约24美元了事 不仅如此 伊朗的海关人员还顺手牵羊 把他的行李包里的小礼品给搜刮走了 另一个被刻意忽视的事实 就是在全球不发达的地区 强制护送外国人往往是常规的安保措施 而非特殊的优待 以巴基斯坦为例 一位中国游客分享了真实的经历 在前往毕露之省的省会 奎达的途中 所有的中国人的车辆都必须由八方的武装押送 即使在休息站吃饭 也要有持枪的安保人员寸步不离 这哪是什么优待 分明是在戒备森严的保护中寸步难行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令人深思 巴基斯坦南方的毕露之分离主义势力 经常以中国人为袭击目标 因为中国在当地的大规模投资和基建 被视为是与北方的中央政府合作的象征 这些武装分子常常绑架中国人质 作为谈判的筹码 现实的情况是 中共在巴基斯坦扩张影响力 与伊斯兰保的权贵利益交换 让八国的南方民众不满 普通的中国民众沦为当地政治冲突的牺牲品 在缅甸 中国游客动辄被抓进电炸园区 在非洲中国人常常被成为重点的敲诈对象 进出海关时被索要小费 行走在街头被警察拦截 要求检查证件并趁机勒索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一位在非洲工作超十年的华商感叹道 如果你真的在海外待过的话 中国人的地位真的是不是特别高 十几年前 非洲当地警察对华人还是挺有好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人来的多了 慢慢就养成了 遇事就给钱的习惯 现在所有的警察都认为中国人 人傻钱多 胆小怕事 有什么问题都习惯性的用钱解决 这样一来 在当地政府官员眼里就形成了固定的印象 想借钱或者要钱 找中国人准没错 这种宣传和现实的反差 暴露了战狼宣传的虚假本质 也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 为什么现实中的中国游客 反而频频沦为各国执法人眼中的软柿子 这种集体性的认知恰恰反映了长期以来对民众心智的扭曲 在中国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律成了统治工具而非公民的权力的保护伞 老百姓面对官方打压时 往往只能花钱消灾 绝而绝之形成了条件反射 这种思维模式被带到了海外 让中国人成为敲诈的理想目标 其次 中国的教育系统强调服从而非权力 导致民众普遍的缺乏权力意识 不懂得如何合法的维护自身权益 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思维 使得中国人在海外也习惯性的选择花钱消灾 而非据理力争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公民 能在海外理直其壮的维权 而中国人却习惯性的破财免灾 这不是中国人的天性 而是专制统治的结果 中共剥夺公民维权的途径 压制法治的意识觉醒 制造特权阶层 纵容腐败文化 只有认清这一点 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护照在海外 常常成为软柿子的标志 对于这场闹剧 网民的评论发人深思 最爱看河丁本 从自己满满到被现实打脸的完整剧情 伊拉克不是护送是押送 免得这些人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出问题 人家是担心他预期滞留 黑在伊拉克 共产党批人在先 这些笨蛋 自己欺人在后 中共一边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一边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2023年以来 未挽救持续下滑的经济 中共不得不对多个国家实施单方面的免签 从1月的瑞士 爱尔兰到3月的逊亚利 奥地利等国 再到11月的韩国等9个国家 然而当局多年来煽动的仇外情绪开始反噬 当韩国被纳入免签名单的时候 小粉红们不是为了经贸往来更便利而感到高兴 反而是愤怒的质问 为什么韩国不对中国免签 其实之前发达国家也有对中国的团体旅游进行免签的 可是中国的旅游团到那刚落地 马上人全部跑光了 消失了 黑在那了 此外 中共的战狼外交和民间的丑外情绪 也让这些发达国家不敢对中国的游客免签 中共制造的爱国主义狂热已经开始显现后果了 2024年11国商日当天 一名23岁的中国男子在瑞士刺上了三名 5岁的幼童 当地媒体报道 嫌犯是苏利市大学一名亲中共的受试生 他在社交媒体上自称 中共民族主义者 曾对学校讨论台湾主权的问题表达愤怒 这并非孤立 2023年9月18日 深圳的一名男子刺死了一名 在日本人学校就读的10岁男童 同年6月 一对日本的母子在苏州遭到遇袭 4名美国人在吉林遭到刺伤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催生暴力行为 还严重的扭去了部分民众的认知能力 在中共的中俄友谊无上限的宣传下 俄罗斯已经成为大陆网络的流量密码 一些不法的商家抓住这点 制造销售大量的假冒的俄罗斯商品 毛取暴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罗斯进口的骆驼奶粉 这种号称沙漠白金的产品在大陆网络平台上 有数百个直播主在推销 实际却是河南一间简陋的作坊 用纸纸末麦芽糊金混合而成 完全不含奶的成分 一名糖尿病的患者 饮用之后血糖飙升 而黑心作坊的老板却短短一年便开上了奔驰 买上了新房 多位在华的俄罗斯人看不下去 纷纷出面打假 他们指出俄罗斯根本没有大规模的养殖骆驼 许多所谓俄罗斯食品在俄罗斯闻所未闻 是为中国商家在俄注册品牌之后 在东北生产的防冒品 这种狂热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智商税的范畴了 一些被洗脑的小粉红不惜前往乌克兰的战场 当雇佣军支持俄罗斯 最终葬身他乡 从亲信假货到赴死战场 这射出民族主义宣传对民众认知的严重扭曲 而近期香山论坛期间发生的一幕 更是让这种矛盾公开化 当军事科学院的原副院长何雷 向美方代表赠送何伟贵的调服时 立即引发了小粉红群体的崩溃 这不是示弱了吗 不敢打仗 这些质疑声充分暴露了民族主义宣传的后果 当中共政府想要务实的处理外交关系时 反而被自己培养的战狼粉绑架了 正如网友所说 外交部战必胜 国防部何为贵 哈哈 统治者对外时必须务实 对内又不敢戳破战狼的幻想 妥妥的进了自己挖的坑 民众无所适从 国际社会也难以信任中共政府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